魔镜魔镜 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男人 有的初宝说 老外姨你谁拥命了吗 对这个植物说话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初宝 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呢 我已经问过相关这方面的专家 也是一个花友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没睡的时候 给这些花花草草说话 是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这个不用担心 如果这有一天你发现 你家里边的植物对你说话了 请及时联系我 好了不给大家扯了 这个呢叫魔镜海鱼 你们看到老外姨 这不是那个叫龙鳞吗 这不是龙鳞是另外一种 从叶脉上能分辨出来 龙鳞海鱼的叶脉呢 是那种纸红色的 这个是绿色的 它叫魔镜海鱼 它的光泽度会更高 也很厚实 皮革质感 跟白犀牛一样的道理啊 养护起来贼拉的简单 但是很多的周宝说 老外姨我发现 海鱼类的喜欢生红蜘蛛 这个你算是说对了 什么萨利安海鱼啊 还有这种龙鳞海鱼 白犀牛海鱼 这一系列的 它都老爱生红蜘蛛 由于它叶片后面 你看沟壑种红 特别适合肠腻 你们一旦发现 有那种蜘蛛往红蜘蛛了 及时的用喷壶调成直流 或者用花啥 把叶子背面经常性的用水 冲一下 坚持冲个两三天就能冲走了 几乎都不用用药 所以说不用过分的担心 一般春夏红蜘蛛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过度的干燥干旱 它也会生红蜘蛛 盖它这个点 好了 咱们直接说它的养护啊 首先它们说光状 你看光状呢 一定要温柔一些的光状 就怎么说呢 你的这个皮肤能够感受到 晒得很舒服 那你又可以给它晒一晒 哎呦 我脸皮很厚 我感受不出来 你找个别人啊 浇水这一块呢 用手摸一摸 盆土干了以后再浇 不干尽量的维持一个干湿循环 天往别老是浇 老是浇 它的根系呢 是比较强大的 但是华尔美一定要盖的什么点 用那种松软透气的土壤 为啥呢 你看 其实这种东西啊 看到没 这种小牙头 都未来以后呢 可以分成一株新的海鱼 就是它就跟长花生一样 明白了吗 结一个豆一个豆的 有的话 老花生不在树上 花生在地下啊 我作为一个农村人 我告诉你 花生在地下 它会结很多 然后如果说存野生的话呢 第二年还能再长起来 明白了吗 它也是类似于花生那种感觉 它会结那种嘎大条 不过不是种 它是那种快径 类似于马铃薯 土豆 差不多 那个感觉 所以要用松软 偷气的土壤 花盆呢可以大一号 回去以后你看 你这个根系长满了 就换一个略大一号的花水 不断的去加大加大加大 别一步到位换的特别大 特别大了容易出现烂根啊 最低气温呢 只要在五度以上 就没什么问题 有一定的耐寒性 这话说老花生 我家里边要特别冷 怎么办 我山东地区 你山东地区 你可以低在也可以盆在 就是下霜的时候 上面都冻死了 你只要保证里边的那个根 那个球不坏 第二年又能长起来 懂这个事吗 肥料选通用行的就行了 尽量的呢 给着一些光照 但是别暴晒 很多花儿就养了 东倒西歪 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 可以找个类似于这种根 类似于这种根呢 给它这种织一下 好吧 觉得不错 记得点按关注一下 看更多的养花 记得关注老花一 这老花一 养花这者一 白了出发 嗨 嘿嘿 嘿嘿